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于你供了四大天王 因为有金光明经在的地方 就有四大天王在那护持 所以说你这佛堂也有天王殿 你的天王殿是什么样子 金光明经在这 相当于四大天王在这 所以说许愿安排的这种经典 安排你的供养 这个都是深自熟虑的 不是想象的 许愿为什么要进金光明经呢 为什么让我们供金光明经呢 这是我们许愿的佛堂 我的佛堂 高老师的佛堂始终都供金光明经 因为当时我们是回向国家 金光明经的话 四大天王会护持这个国家 护持这个国土 护持有金光明经的整个地方 可以说供养金光明经 印刷金光明经 讲解金光明经 可以让这个国家 能够这个转威为安 把难转成这个福报 可以说是一种 也是对峙这个工业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很好的方法 因此我也发心 如果过年放假有时间的话 我一天讲一个小时 三四天我把金光明经也集中 讲一讲 用这个功德违向给我们 让我们全球疫情减轻 让我们国家疫情减轻 让听经的所有的学员 所在的地方 疫情减轻 那么我们这次大警官法会 我们也提倡 印制一批金光明经 大家都放心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经中主要提到了 供养四天王天 主要就是通过烧香来供养四天王天 谢谢大家